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的评述 今天我们是微博报刊写作课的第四课 我们叫有缝隙和参与 什么意思呢 我先讲一下微博的算法 微博算法是这样的 当你的微博 你发出一条微博之后呢 微博会先给你推一个流浪池 然后如果他发现 你这条微博的互动率非常高 就是转赞频特别高的时候呢 他就给你推新的流浪进来 但如果是你的发一条微博 跟你没有什么人愿意参与的话 他就会减少你的流浪推荐 各位理解我意思了吧 他跟抖音其实有点相似的 所以在微博上呢 你要让你的受众参与互动 就是参与的转赞频越多 他给你推的流浪池就可能越大 就可能越会有越多量 理解我意思了吧 同时如果是你的受众或者要读者 他转发多了 他转发的本身也是替你带流量的 他转发的本身也是替你带流量的 所以呢我们要做微博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事 叫有缝隙可参与 那么怎样有缝隙可参与呢 有几个原则啊 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你可以让读者产生智商 或者道德上优越感 这是第一条 让他觉得比你高明 他会来像你指着画脚 这是一种做法 但我一般来说不喜欢这样干 我就喜欢干成 你怎么说呢 我是个很骄傲的人 我就不喜欢干这个事啊 第一个 第二个呢 让读者觉得震惊有趣或者有用 从而愿意分享 这个事我做的比较多一点 有用或者有趣我做的比较多一点啊 然后呢让你愿意分享的第二个 第三个呢 满足读者被看见的需求 邀请他参与 讨论和发生 我有时候也会做 就实话给你们讲 我的我的微博呢 在有封信和参与上做的非常的一般 虽然我很 我很明白这个道理 但我就是不想做啊 但我可以把方法教给你们 你们看你们该怎么做就好了 OK 第四个 满足读者 读者需要互动的需求 就是他们需要进行互动 这个是一种方法 就是四个原则啊 注意啊 四个原则我重复一遍啊 让读者产生智商或者道德上优越感 愿意参与 这件事我不喜欢干 但是确实有用啊 第二个 让读者觉得震惊有趣有用 从而愿意分享 这件事我干的比较多一点 第三个 满足读者被看见的需求 要请他参与讨论发生 偶尔我会做一下 第四个 满足读者需要受用的需求 让他们进行互动啊 偶尔我会做 就整体来说呢 我的微博在有封信和参与上 做的并不够好 并不够好 而且我讨厌一些很蠢的读者 来我这的互动啊 我很讨厌他们 所以呢 呃你们不要学我 但是我可以把方法教给你们 方法我都会啊 方法是什么呢 几个方法 第一个 微博投票 微博投票啊 呃 微博投票其实是 满足读者的速冻功能 速冻功能 就是匿名投票吧 因为有投票是匿名的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你多看微博就好了 你多刷一下微博 刷多了 你看微博什么投票的话题 你就把它处备起来嘛 你比如说你看到微博说 最近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 呃 大家投个票 那就可以把话题处备起来 过多一段时间 你也可以自己开一个对吧 你照样用就行了 不要人家刚发完一个投票 你马上发个投票 这个合适 当然你可以储备很多话题 比如说 我让我曾经让我的助理帮我 储备了一百 一百多个那个话题吧 就是可以用来做投票的 我偶尔会用一下 储备话题是第一个 第二个抓住热点啊 抓住热点 比如说 现在出了个热点 你想蹭下这个热点流量 但是这个热点又很危险 你蹭了之后 不管你发表什么样的观点 都会被人骂 而且如果说你写出来之后呢 那个评论区跟分坑一样 特别脏 会吵得不可开交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根据这个热点来 做个微博投票好了 这样的话 大家很多不愿意评论的人 不愿意评论的人 是愿意拿投票的 这个阅读量依然会很高 各位理解我意思吧 这是第一个 微博投票 第二个方法是调查问卷 一样的 它跟投票差不多 只不过投票是你一二三四 大家都写出来 投票就可以了 而问卷呢 你就来问一下 问一下大家的什么什么什么看法 啊 调查一下 大家对于什么什么是什么看法 一两句话说出来 一样的 一样 你可以储备话题 可以抓热点吧 对吧 这种话题呢 如果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的话 有趣的话题 或者真心比较大的话题的话 这个阅读量会非常高 而且呢 你的体子热度就会非常高啊 这是这个调查问卷的方式啊 第三个就是邀请讨论 它有一点像调查问卷 它有一点像调查问卷 但是它不是特别一样 就是你可以写一条正常的微博 你写到正常的微博 然后呢 在你的微博开头或者结尾 邀请读者来参与讨论 比如说你讲了一个故事 然后呢 你可以到结尾说 大家对这个东西怎么怎么看呢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这种方法虽然比较蠢啊 但是也有用 你懂我意思吧 就非常有用啊 比如说 有人那个 我曾经看过一篇一篇博文吗 他开头是说 如果你有两百万 你敢躺平吧 反正我同时自从有两百万 他就辞职 每天大家躺平 这开头嘛 中间他讲了一个故事 后面大家又开始讨论 这个事了 对吧 就要求讨论的 你也可以那个 你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我我我你反映点啊 第二条 我在说第二条 调查文卷其实也有个东西 比如说 我有那个 我看了一个博录写的东西 他说 今天吐槽一个 你最讨厌的销售行为吧 看下谁去到 他说最奇葩 这个就类似于调查文卷 类似于吐槽啊 这两个都差不多 我也做过这样的话题 比如说我说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来吐槽一下自己的老板 最奇葩老板 对不对 然后呢 讨论过这两个差不多啊 我也问过说 你在哪个城市 现在情况怎么样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你最讨厌的行为 是什么什么东西 我也做过这样的东西啊 这两个是调查文卷 微博投票是非常好用的话题 非常好用的东西啊 这个讨论 讨论 这三个都差不多 这都是非常好用的 你可以多用啊 而且他没有什么后遗症 第四个就隐藏观点咯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特别 特别让人关注的 而且有争议的故事 但是你不表明自己的观点 然后呢 这个观点是隐藏起来的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故事会吸引人来读 读完之后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大家就会拼命的开始转发 评论以及开始吵架 你这条帖子就很就很热 我在2020年的时候 写过一个 4300万预读上的帖子 后来还是被微博给限流了 声声线流 不给流量了 否则这个帖子可能会上亿的预读上 那个点是个啥呢 我当时就写了一个 在农村的时候 一个姐夫 那个 兴兴小姨子 兴兴一个高中生 小姨子 然后呢 后面农村干部去 去那个 农村干部去调节嘛 调节完了之后呢 调节结论是 让这个 姐夫花钱 供一个小姨子读书 如果说小姨子读 考上学了 就供他读书 考不上学的话 姐夫必须娶小姨子 然后要跟他姐姐离婚 离了婚呢 那个 他们就在院内打了一个墙 事实上是一副多期制 是吧 一副二期 是吧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故事构成 其实我当年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经历 真实的经历 然后呢 这个故事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故事给了不同人 不同的解读 比如说对机能工作 干部的工作方法的问题的 对那个 那个农村愚昧的 那个 然后对于那个 女拳穿要打拳的 然后各种反正 总之各种其他的 那个观点都有啊 就都都会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故事就非常有争议性 不同的人都可以来 表明自己的不同的观点 啊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特别热 热到了 特别热的 热到什么程度 热到我就发现 这套东西破圈了 就是各路奇怪的人 各个各路圈子的人 都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 很牛的一个案例的啊 好了 这是一个隐藏观点的话题 讲故事隐藏观点啊 第四个 第五个 不完整的表述 我经常算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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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准备改啊 你们可以用 就是如果你在写一篇 博文的时候 你逻辑特别严密 内容特别完整 别人往往是无话可说的 但你如果逻辑不严密 内容不完整 大家可以吐槽 大家可以来参与 那么这个 又多了反而会大一些 你可以尝试的 不把东西写完 你可以尝试的写吧 我给个建议啊 你在表面这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是我 先写几条短微博 每条短微博呢 都不是特别完整 最后呢 大家都吵完架了 或者大家跟你出完主意了 表达完他的智商优越感了 对吧 你再把它们组合起来 然后再写面长的 这是可以的啊 这是可以的 你的不完整表述 就是给大家表达 他的智商优越感的 理解我意思吧 他发现你的表达有问题 他要来参与你 来教育你 这就是给了你 给你留量 但是这些事我不喜欢 所以我不怎么做 好 这是第五条 第六条 翻点小错 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 我有一次 写微博 写错了一个字 下面几次条评论 都在告诉我这个字写错了 还有些序号错 比如12345678910 但是你写了123 5678910 缺了个4 一定会有人指出来的 对吧 翻点小错这种东西呢 翻点无伤大家小错 也会有很多的那个互动啊 你会突然发现 有人跑出来 告诉你这个东西做错 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是吧 第七个 知道槽点 知道槽点呢 这个是更奇怪 怎么说呢 比如我们有时候看一些视频嘛 看一些热门视频话题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呢 他们就这么说 说 打一个攻击弹 对吧 打一个攻击弹 撒上3600粒盐 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槽点嘛 你觉得 这么爱怎么可能攻击弹呢 就指负他 结果呢 就是给他增加流量的啊 这这个东西也可以做 但我不是那么喜欢 我不是那么喜欢 你们有做啊 我注意一下啊 我跟各位总结一下 有分析可参与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做微博 微博本质上是一个社交媒体 各位啊 虽然我在说 我在微博上呢 我只表达 我不私逼 不跟人沟通 不跟人讨论 不吵架 但微博本质是个社交的媒体 社交媒体是应该邀请 更多人来互动的 如果你的你的你的那个粉丝 关注了你 他很久都不去点转带屏的话 他慢慢就会看不见你的微博了 慢慢看不见你的微博 而且你的微博呢 那个热度也会下去 就会不容易流量 所以你还是要研究一下 这个我们这节课 叫做可有分析 可参与 我们讲的四个原理 讲了七个方法 这七个方法都是非常有用的啊 呃 其实呢 你是给一个指令 给大家一个指令 哪怕说你喜欢一条微博的话 你写一句话说 大家怎么看呢 啊 或者说请转发点赞了 或者说那个 或者你干脆再说一句说 你可以把我社会特别关注 因为微博呢 这个算法呢 是长期不互动的用户 就刷到微博了 你们可以把我社会特别关注啊 这都是提高你的 那个转带屏的那个 呃 那个方法啊 呃 这节课也是非常有用的 就这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提升你的 互动量 然后让你的更多粉丝成为铁粉 以及 呃 让更多人看见你的微博 会更有流量 OK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